21岁的大象葛兰,多年来一直默默忍受牙痛的问题。 2014年,他就接受过一次手术,切除了一边的牙龈。 但是因为麻醉剂引发并发症,葛兰昏迷了11个小时才醒过来,甚至一度生命垂危。 外科医生只好中断手术,暂时无法移除另外一边的感染牙龈。 最近,葛兰的牙龈感染越来越严重。 但是,放下来,放下来是一种,但是放下来是一种。 所以,如果您做出生命的,您可以做一些研究。 这种状况是不可能,您不完全不知道他的心肌和其他肌肉的状况。 所以,这种状况是很大的危险。 如今,四年过去,兽医决定再试一次。 这次,他们打算使用新的麻醉药配方,副作用比较少。 经过长达五个小时的手术, 兽医团队努力清除大部分的破碎象牙。 手术结束之后没过多久,葛兰就顺利苏醒,慢慢站起来。 我们非常感兴趣,因为这种状况是很难缺乏。 这种状况是很难缺乏,因为这种状况是很难缺乏。 我非常感兴趣,他们做了这种状况。 医生说,目前葛兰的牙龈感染的部分,大部分都已经切除。 虽然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全康复, 至少目前已经能够好好休息。 大爱新闻反汇编译。